小刘是一名司法医学警察,就是俗话说的法医。 简单一点说,如果哪里发生了命案,就会把尸体送到实验室,由他们进行检查,找出死亡原因,出具一份报告,递交给法院或者公安局。 小刘从事法医工作26年,一直对这个现象感到困惑。 因为在同样的损伤下,有人会死掉,有人则会活下来。 有人遭受了很小的损伤就死掉了,有人则遭受了很大的损伤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。 死亡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,是人生的一个结果,是因果律的一个环节。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认识,我们就能够十分清晰地认清死亡的真相。 所以,小刘对自己经手的案子都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调查,做了很多笔记,越来越感到,死亡不是偶然发生的,它是因果铁律的最好证明。 先说最让他困扰的一个案子,这个案子直接引导他走进了佛门。 案子本身并不复杂,但因为拖的时间很长,所以小刘调查得比较深入。 2002年,一个28岁的小伙子,在深夜对自己60多岁的父母下手。 两个死者在半夜熟睡的时候,被捆在床上杀害。 凶手当天晚上逃逸,后来在南方某小城市被捕。 凶手已经结婚,育有一个儿子。 案发的当晚,妻子因为离婚争执而抱孩子回了娘家,避开了这起杀人噩梦。 表面上看,这是一个事实清楚,证据确凿的案子。 但被告律师已罪犯有严重的精神疾病,申请进行精神鉴定,唯由上诉了。 二审又拖了很长时间,结果已事实不清,退回一审法院重审。 一审法院又要求检察院补充侦察,充实证据。 这样又拖了很长时间,最终判决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。 被告律师再次上诉,结果被驳回,判决成为终审判决。 这个案子就这样完结。 这个案子前后拖了四年之久,小刘出庭作证七八次。 在补充侦察期间,又对死者全家进行了深入调查,积累了大量资料。 起诉书解释被告的杀人动机时,说凶手是家里唯一的儿子,从小被溺爱,性格十分张狂偏执。 因为家庭住房紧张,凶手结婚后,夫妻俩一直与老人生活在一起,矛盾冲突频发。 案发前几天,父母与妻子再次爆发争执,凶手要求父母给钱买房。 父母表示暂时没有钱,并且责怪儿子丢了工作,没有能力,在邻居面前都没有面子,因而激发了凶手的杀人恶念。 但是,这真的能够彻底解释凶手的杀人动机吗? 在卷宗里,小刘发现了这么一段很惊人的口供,凶手是这样说的,他们很没用,给我买套房也没那本事,死了算了。 当小刘看这段口供的时候,他几辆鼓梁嗖嗖的,还有一件十分离奇的案子,就发生在去年冬天。 小刘半夜接到任务,要去现场,市郊乡村有一座大桥,有市民报警说大桥死了一个人。 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,发现是一个女人,经过勘验,我认为她自我了结的决心很大。 然后去查明了这个女人的身份,她就来自附近的一个村庄。 结果这个女人家里,床上赫然躺着一个不足周岁的孩子的尸体。 警察赶到的时候,孩子的父亲还不知道妻子已经去世的消息,正在哭天抹泪地向警察说事情的原委。 原来,事情并不复杂,丈夫外出到朋友家喝酒,妻子独自在家带孩子。 丈夫回来之后,妻子就跟她大吵了一架,说她在外面有外遇。 丈夫一怒之下,又离家去找朋友喝酒。 女人也很生气,就给丈夫发了条短信,说你回来看孩子吧,我不会再看孩子了。 但男人根本没有注意到短信,等他回家时才发现孩子因为蹬掉被子,已经冻死了。 可怜这个男人还不知道妻子已经去世的事情,还在向警察愤愤地说是因为妻子的失误,导致孩子被冻死了。 等警察告诉他,你老婆已经去世了,他一声没坑,就昏死过去了。 因为琐事导致两条性命丧失,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因此破碎,我们唯有叹息而已。 经过仔细的勘验,我们确认是自我了结,没有疑问。 这个案子很快就可以结案。 但在调查中,我们发现,其实住在村头国道边一个修理摩托车的刘某,才是这起惨剧的始作俑者。 正是他告诉这个女人,你老公有外遇了,而且描述得唯妙唯笑,十分逼真。 当我们调查这些所谓外遇传说的时候,发现其实都是道听途说。 有很多村民反映,刘某最喜欢干这种挑拨是非的事情。 每当刘某听说自己的挑拨得逞,就兴奋得不行,还在酒桌上洋洋得意。 但是这毕竟也构不成诽谤罪,也构不成任何其他罪名。 虽然女人因为误信谣言而轻声,但也不能因此就说刘某是杀人犯。 所以对于刘某,警察也只能训斥一顿作罢。 离奇的是,过了不到几个月,当地的骗警说刘某出事了。 一天夜里,刘某在朋友家喝酒大醉,回到修理铺之后,半夜爬起来还要喝酒,摸着一个瓶子,迷迷糊糊地就戳了一口。 味料这不是啤酒,而是液态害。 这种溶剂是用于摩托车板筋喷漆用的,温度极低,喷射出来之后,在短短的两秒钟之内,就可以冻结任何东西。 刘某当场就昏死过去,幸好旁边有人,及时将他送到医院。 医生发现他的舌头就像坚硬的冰雕,轻轻一碰,就掉了下来。 医生说,他不仅舌头没有了,整个口腔也难以保全,将来,他可能一辈子都需要一根胃管吃饭。 对于医生来说,死亡其实是一种疾病或者损伤必然导致的结果。 从医学上来说,任何死亡都是由疾病或者损伤引发的。 即便那些寿终正寝,在睡梦中悄然逝去的高龄老人,肯定也有一种疾病的原因可以解释。 因此,医学对于生命的认识,对于因果的认识,就变得十分机械,简单,甚至粗暴。 如果发烧了,就降低体温,如果胃癌,就切除一部分坏掉的胃,如果血压太高,就扩张血管。 如果心跳没有力量了,就使用心脏起泊气,如果嘴巴不能呼吸了,就在气管里插根管子。 这种解释虽然听起来很有道理,很直观,但真的能够解释生命的因果吗? 小刘是一个佛弟子,同时,他也是一个非常敬业的医生。 对科学与信仰,我都保持着敬畏之心。 但是,不能不说,科学的局限,的确残酷地限制了我们的视野。 一个人必然会死去,他死的时间,死的方式,死的痛苦与否,的确与他的所作所为,有很确实的因果关联。 如果小刘不是因为相信了佛法,因此利用业余时间对死者背景进行了更多的调查工作,我也会简单地将可怕的死亡归结为损伤、疾病、暴力犯罪什么的。 在经过大量的调查,深人分析之后,他发现,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一点不错。 如果举个例子来说,我们能看见星星的闪烁,那必然是因为亿万公里之外的某个星球在发光。 但是,这个光芒可能经过了几百年上千年才传达到我们的眼睛。 因果之间的距离可能很短,可能很长, 但因果之间的坚定联系,是绝对不可否认的。 小刘总结了这些年来所记录下的死亡笔记,感慨地说, 佛法所谓众生业力不可思议确实是至高至真的真理, 这是毫无疑问,句句朱击的。 唯有用这个真理来解释我们日常生活里的生死问题, 才能得到满意的答案。 其他的解释,则都是皮毛而已。 尤其是以医学解释死亡现象,表面上很有道理, 其实真的是南辕北辙。 今天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, 如果您喜欢本期内容,请给我按个赞, 还可以点击订阅,或者分享给您的亲人与朋友。 您的支持是我继续分享的动力,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 我们下期不见。